這有軟體工程師 他自己有在開發一些Linux Kernel的東西 還有一些應用程式 然後還有在做那個 這個叫做Package 對 套件打包的都做了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Linux 雖然都是Linux 可是它的系統環境還是有點差異的 但你只有一個系統 你要手續做這種跨很多系統 一次可以打包很多的避難套件 那現在容器化的技術我們很流行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做跨系統 就很棒 套件打包的工作這樣子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 他怎麼做這些套件維護的工作 好 我謝謝大家 就來這一場的 Software Packaging for Growth Service Distribution 那我今天會用那個WW 在那個Container裡頭 WWM就當作一個方例 那 那 這是今天在Online 那我是 建宏 那 我在網路上的ID是STAR9 那目前在Anderson還有工作 我也會把今天的STAR9 還有就是放到STAR9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過去 還有這次的STAR9 那故事是這樣的 就是以前小時候啊 年齡是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可能可能就是剛好一大堂 就一直追風潮 就是很潮啊 就是很少人用 小人用就是潮 然後就是就開始用了 那一直來使用了Red Hat 然後後來在大學的時候啊 就是學校就是 也在推廣類似的東西 然後就用了一陣子的Ubuntu 大概用了六年多 然後一直到後來覺得說 Ubuntu幫我做太好了 我想要多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開始用RashLis 就想要自己做做看一些東西 然後 可是 因為畢竟Debit系列 或是那個 紅帽的那個RPM啊 就很流行 那在2015年的時候 在TOSDAQ的活動啊 就有一系列大概 11週還是12週左右 有跟Debit關係 然後工作坊 那時候我有去了 然後就 社群很多大大都出來講 怎麼打包Debit Package 那在去年的時候 還蠻猛 我們台灣蠻幸運的 就是Debit Count 不按在台灣較大 那 那四元大大就是一樣 也在裡頭有一個 workshop 教大家怎麼打包Debit Package 那其實這裡頭 還蠻多文件 就是如果單純是想要 打包Debit Package 可以參考 就是 問 這邊 iploit 過去 那 就剛剛講 我現在是用RH Linux 那我要怎麼打包Debit Package 這種東西 就不可能嘛 也不是不可能啊 就是 實際上就是因為工作 要用到 這樣子 那 我要怎麼做跨 distribution 打包Debit Package 這個動作呢 第一個 你可以在 比如說我現在用RH 但我可以去RH上面 找說有沒有一些工具 那比如說你這邊很想 就是有沒有DKG 有沒有Debit 2Square 之類的等等 那這些工具都在 RH Linux的理由啊 就是怎樣 它不是一個已經被 RH Linux 打包成它的一個 Package 就是你必須要手動自己裝 或者是你要自己把它打包起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裝了這些工具 或是說你可能要去改一些設定 那這些設定 就對於你原本的電腦來說 就是他沒有做區域格 簡單來說就是會用上你的電腦 就覺得不高興 就有點潔癖 那他要怎麼做隔離呢 他就想到 虛擬機好像不錯 虛擬機可以用 那也真的可以用 只是他有點heavy 因為真的一次虛擬機 也是開一個10GB的虛擬碟 也會吃要給你很多記憶體 那現在content很流行 就有沒有機會用content 他很輕 然後但是他有一些群線上 或者是所有設定要去做的事情 那現在 我這次主要就是為了去克服這些事情 所以有這次的團 那 就是再討論 目前content最流行的工具 可能就還是大哥 雖然說我現在已經不用到一個 我現在很討論 所以我這邊先temporary 就是先暫時以大哥來講 那一開始 就當然要先其中大哥的第一 那再回到這一點 那這一點 他大概有分三個不同的版本 那今天分析就是stable testing跟unstable 那stable故意就是真的很穩定 那也不太會更新 那也不是不太會更新 那也不是不太會更新 那就是除非真的有八個 所以有些就覺得他會更新 那目前 那今年saphancom 已經release了 saphancom 然後他還公開是buster 那所以現在的testing 變成了多時愛 那他也有一個蠻特別的是 在unstable這個version 他永遠比較steed的 喔這個就有趣囉 他永遠比較steed 那就很好 那為什麼很好 大家會看到 再來就是我們如果用那個container的話 通常都會找一個register 去pull他的那個image number case 那因為是大空 我們就從buckoff下面去找 那這邊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debian就是unstable 就是最新的那個原本 他永遠的container 永遠就是c的sid 所以我們在pull image的時候 若想要用最新的環境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的debian pull到debian 然後指定版本c 永遠就可以拿到最新的 那個unstable的那個環境 那就很方便 然後那在這裡 因為這邊就是 想要把image破下來 然後去run這個container 那我們這時候就會有一個debian的環境 而且是有root的權限的 那root的權限是因為 正用root的這個使用者來執行 那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們做打包debian的時候 也會去檢查說 我們的系統就是最新的情況 那最新的情況就是 我們會去檢查一下 在appsrclist裡頭 是不是有可以更新的一些entr 那比如說 像這邊 我們等一下會去catlist cat的這個srclist 它便會定到這邊 然後 版本是sid 然後之後man這個component 好更新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工具的安裝 那這邊特別講到 一定要裝 打包到debian package 一定要裝的是 debian help 還有debian script 還有build and central 那我有list出來 他們是幹嘛的 那 音樂時間還是會優先 反正就是這三個page 一定要裝就對了 才能夠打包debian package 然後我們就從一個hallowware開始 那這個hallowware很簡單 就是寫一個share script 然後當作那個sauce code 就是debian package的sauce code 那它的功用很簡單就是 就是ecoe powerware的 還有eco現在的時間 那我們把它放在一個資料夾裡 那這個資料夾的命名也很有趣 就是這必須是你這個project的名字 跟在就是project的版本 像比如說我現在是打並定義 那這個就是 它其實在debian package 打包的過程中 會有去定義這些事情 所以要去保留它的規則 那一個debian source package 它概念上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原本的original ofstream code 那邊指ofstream 就是真的那個option 或者說你講linux kernel 就真的是linux kernel 就是linux kernel 不是linux kernel吧 就是linux stable 大部分distribution 是選linux stable那個reposter 當作sauce code 以Techno來講 那如果說你是BI面 通常就是BI面的那個 生在BI upstream的那個sauce code 就是gip 或是whatever 反正就是那個版本 公司把它拉下一位 然後再加上一個debian資料夾 那在這二家裡頭 會放很多的設定檔案 包含 告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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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個是denving control 那denving control 這個檔案 主要就是去敘述說 你這個package 的一些metadata 比如說 呃 呃 呃 這個package就叫hollow 呃 sauce是hollow word 然後 呃 maintainer就 pg是真實的名字 然後也是真實的email address 然後 這個選項就 因為我們是翻譯 我們就選 Dedving control 然後 然後 那個 呃 版本 4.30 然後 那package 打包出來的名字 要叫什麼叫hollow word 那它或是屬於哪個architecture 它x86還是arm 還是arm v64 之類的 然後或者說你 那這些都有關係 那因為我們寫的是share script 就 就全部都沒插 就oh 然後在discriminate 就是這個package的敘述 那 如果說就是 之後大家有進去 就是kht點 那個 就能看到說 這邊有放大整條 我們就給他們 採的 給他進去了 好 我們有點慢了 久不見了 那再來就是 嗯 再來就是 嗯 再來就是那個 Debian rules Debian rules 你可以 如果大家要熟悉 mac file的話 你可以想像它是類似mac file的東西 那它也可以去一個 mac file做整合 那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說 你怎麼 避免你的這個package 它有點lens script這樣子 那 那 Haya就是如果你要做 install的時候 要怎麼install 然後刪除的時候 要怎麼刪除 我指的上面就是 install the package 或是刪除 the package 然後Haya就是說 就是你 打包的過程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build出來 很多binar 或很多show script 那這些東西 要放到 真正安裝的時候 要放到哪裡 那就是從 Debian install 這個檔案裡頭去敘述 譬如說 我們要把 Hello Word 這個show script 放到userbin 以下 然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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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然後destination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這個 DED Helper Compatibility Label 就是想說 就是 你的這個 DED Helper 那個相容的 那個等級要到哪裡 那我們就 就先 然後 如果說你是 已經是 已經是john fast 的話 我記得他可能已經升到11 還12了 對 那在某些過程中 你可能會需要去注意 特別去注意這個 Label沒有到哪裡 因為如果Label不到的話 你的那個 那個 package的生理型 可能就會有問題 那因為我們這個 只有自己在用 所以就沒看 然後再來就是 要寫一個 那這邊的Change Log 就是每次release的時候 就是或進 對應該講release的時候 你要講說 就是你這個版本 跟上一個版本 的落差在哪裡 就是做了哪些移動 那它也有一些就是 你可以用一個DCH的Tool 去幫你生出來這個內容 那它接下來呢 就是會直接去移動 直接變成 去搞個這個file 那前面是那個 那個package 然後 然後 它這個release的那個 比如說是實用性質的 還是 sale 或者是正式release 然後它的經濟程度 那這邊就是填一些敘述 那你 然後你去 打上你的正式名字 跟 email address 跟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 去bill這個 這個package 然後我們可以用 DCH的bill 這個package 是比較整理的 然後這邊 連一下 那 那因為前面 就是 那個更新會耗掉很多時間 所以我就 就要跳過 然後直接 先用先準備好的 我現在進到container裡頭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 目前我的身分是root 所以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那我們先確認一下那個sourcedist的理由 哪些 那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那個 Binary Debian binary 的entry 然後 mxc 只有man 再看後面 然後 嗯 我們把剛剛講說的事情 包含 就是新增一個資料夾 然後有一個sourced code 跟那個 呃 的 資料夾 全部一起 好 我這邊 我已經打到號碼 那這邊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之前的身分 是root的群線 所以他會跳warning 他會說 using a ganroot command while being root 就是你幾個是root 可能你還想要再去哪一次root 呈現 那你就打包過程中 就是其實可以看到 我這邊有下一個指定 是剛剛講的打包過程中 就是 用dbkg 就是package 這個 這個字領 那這邊你注意看 這邊有寫一個fake root 就是 如果你是一般 用的身分的話 這個fake root 其實是那個 因為在過程中 他必須要學大家學習 然後他就說 但是你不是root 所以你就假裝自己是root 然後讓系統可以過 這個打包過程可以過去 那 特別是這個fake root 人在你 剛剛講的 那個debian root 那邊 特別會需要用到這個 這個身分 全線轉換的機制 那如果說 有去維護一些 debian cache的人 就會特別問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有了這個package之後 可以看一下 這裡 這個是 這個package 這個就是他把它打包成一個 那個sauce 對 好 那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是 再會到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 這個 試著去install這個package 然後 看一下他有沒有效果 好 我現在已經把那個 剛剛我們打包好的 這個Hello World Package 已經install進去了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bbkg.ro 然後真的有這個package 已經install進去了 那 他執行起來 也真的去 跑了一個 那個Hello World 然後現在的時間 那跟我們 那個 就是 剛剛看到的那個 就是 我們有說 那個install要install到 那個userbin底下 他如果這個 是可以真的 install到userbin底下 然後 然後他的那個 內容是這樣 就是跟剛剛講的都一樣 所以 我們已經成功了 打包一個package 而且安裝進去 然後可以正常使用 好 那 再接下來 就是因為剛 這些都只是翻例 那麼如果在真實事件 的話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 某些電腦啊 或筆電的東西 就會用NVIDIA卡 NVIDIA顯示卡 那 NVIDIA這個顯示卡 就是 如果大家熟悉Linux的話 就會說 除了 官方有NVIDIA Driver以外 我們也可能用 那個Linux內建的 可能實際使用情形 官方的真的是 好很多 少了很多 就是少了很多bug 不能說沒有bug 它少了很多bug 那你也可以用 比較多fancy的一些feature 那在Avian的環境裡頭 其實 它有一個那個 source package 叫NVIDIA graphics driver 那它其實是 就是 我們可以去 用一個指令去叫做 F source this F source of MVIDIA graphics driver 這件事情 就是後面是那個 source package 那你就可以 或者是 binary page 那就可以去取得 呃 再點 打包好的 source page 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可以拿到 原始程式 或某種型態的 原始 source code 或者是說 別人已經 邊編成binary 但是 還用一些技巧 直接把那個binary 因為我們拍 debian install 這個檔案 可以直接把那個 檔案 裝得到你指令的位置 所以這件事情 是可以活動的 那以NVIDIA graphics driver 這個情況來說 就是NVIDIA公司 它把他們的那個 驅動程式 已經打包好 binary 那 各個 distribution 就是去拿這個檔案 然後按照他們的 打包工具的一些規則 把這些檔案 放到指定的位置 那可是過程 後來就是 如果你去使用的話 你還會 你可能會 持續發現 所以有些bug 那這bug怎麼辦 Vidia可能已經 出了release 修了 那它會有一些修正檔 那你就 可是 可是 可能你的地區 還沒那麼快 把這個修正檔放進去 你可能就會要自己 去打patch 那debian有一個機制是 你可以放在 debian patches 這個資料夾牆 就是你可以把 這個patch檔案放在那裡 然後你再寫一個 那個 debian patch patch 寫線 series 這個檔案 就是告訴 debian page 在打包過程中 你依序的把這些指定的patch 給apply上去 好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 用到這個功能 那 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可以用 sourceles NVIDIA graphics 這個 這個 sourceles package 因為我們現在 網路錄不到 所以就 沒關係 因為它也只是 我只是要把它構成而已 然後大家會看到一件事情 大家會看到說 你取這個sourceles 的取不到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在 sourceles 裡頭 它只有 man這個component 可是 在NVIDIA graphics 在Debian 這distribution裡頭 它是在 nonfree的component裡頭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加上 nonfree這個component 那當然 如果方便我們一起把 contributor這個component加上去 那還有就是 我們必須再加上 那個 Debian source的 那個 entry 是在哪裡 那一樣 一樣要加上 就是 版本啊 man contribute on free 這三個component 那加完之後 就是 就是 也一樣要去update 你的那個sourcelesDB 所以就要去up up OK 這很機重的平常 大家可能常常做 那我們把那個 再去做那個 Axos NVIDIA graphics driver 那再去執行一次 然後你在跑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還是有錯 為什麼有錯 因為你是用root的身份 在執行 因為我剛剛講 就是我們在content裡頭 的時候是 這裡這裡 root的身份 就是因為root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啦 大家都不喜歡 就是因為權限太高 它就會跳舞 那還有就是記得剛剛 我有特別講到說就是 就是我們在那個 build the hardware 的執行之後 還有條件說 你已經製作選權 可是你要再去 跟root the command 就是重複做 這樣子 所以就是 而且在做那個contenters 環境的時候 大家都有說到就是 不要 就default不要使用root的選權 因為你真的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比如說你mount了一個 你host的資料夾進去 那你對這host的資料 在製作檔案 去做一些應用 或是刪除或行程 你會發現到說 如果你開了這content 然後你去你的host的那個資料 剛移動的資料 就發現到說 欸什麼使用者 你變成平常使用者 已經不能夠更新了 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對 各式各種類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知道 他就去加一個 一般的使用者 那加上的就是 根據那個 那個 blog blog的教學文章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 user app 這個指令 然後去 把那個新的使用者 去加出來 那因為這個使用者 在之後 可能會再用到一些 需要比較高的權力 所以我們也再做一次 那個super user do的comment 那我們可以再去做一次 剛剛那個打包的過程 用新的 新增加使用者身份 去做打包的過程 那就會看到說 原本掉的這個 warning 就會消失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我們需要有一個 新使用者身份的方式 好 剛剛講了這麼多 然後我們現在都已經說 infrastructure as code 那的確要 一直重複做這麼多的事情 很惱人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到 那個duck file裡頭去 做成一個image 這樣子你會用的時候 就很方便 那這個duck file 大概會有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以Debian為基礎 所以當然就是去補 Debian最新的版本 Debian-C 那如果你是紅毛的話 你可以選擇 GeorgioSendalways 或Feedora 之類的 然後 我們把剛剛講到的事情 第一個是去更新 你的app source list 那這邊就是去把 contribute 還有non-free 還有Debian source 的那些缺的東西全部都補上去 那在接下來這邊就是 真的去做更新你的 那個 Debian package的那個DB 還有就是真的去更新 你整個content那裡頭的系統 然後它還有要裝 你要用到的tool更新這使用者 OK 好這邊是基本要做的事情 那有人那個 Bugfile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Bugfile去build它 然後就有一個content name image 我們就可以用 然後我們可以去執行 可是剛剛還有講到 就是我們在跑一個程式的時候 就是 我們可能會想要去把那個 那個檔案 就是執行環境跟thehost那個 那中間如果要有一些檔案 要去傳遞或包裝的話 你可以用cowpick 或是直接把它mump上去 那如果從一個系統來看 基本上它大概不全就是 code還有config 還有data這三個部分 那如果我們以content的環境來講的話 就是content裡頭 會有你的code 跟一部分的config 那在content之外 就在你auth上面 就是有另外一部分的config 跟真實的data 那因為在content的環境 它的那個file system是AUFS 使用AUFS 那所以你如果你的資料一直更新 那你的檔案系統的資料 可能就會跌很多層 如果你有commit的話 那就會跌很多層 那就會造成你的 那個content的周囲 就越跑越慢 所以而且還有就是 你之後如果要 適合這個匿名局出去的話 你也不希望你的原始data 比如說有機密性的的話 你也不希望說 就是這些配合會不會一起shift出去 所以你就會利用munk即時 去把他們區格開欄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那個 munkhouseusers home tocontent的這個方法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說 就是因為我們要拿到 那我常做的事情 就是在home directory的下面 所以我們可以去設定 那個檔案的owner還有group 然後就是content裡頭 跟content裡頭 跟content裡頭之外 就是有通常 我們其中有通常的 使用的身份 人群組 然後content裡頭的使用 就可以去brand 就是比較高群線 所以我們可以用username 用usersid group andgroupid 這四個agreement 去把它去做設定 然後再搭配 那個 就是script 那邊 docker file 一些script 然後就把它加上去 好 還有就是比如說 你想要失去的設定 可以用 好 然後在build的時候 再把這些 那個 那個 參數一起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 就是有一個 content裡頭 有一個使用者身份 就是你host 這個使用者 身份群組都一樣 然後 裡頭因為又有 這個指示 所以你又可以去 grind 那個root權限這樣子 那 因為時間不夠 我們就先透過 就是demo 然後我剛才講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 用dug 大家可能會有些疑慮 比如說就是 因為它畢竟是 dug這間公司主的 那可以考慮什麼powerment 那它是那個 OpenContenters 你選 開發出來的一個 contenters管理工具 那它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基本上你就是 兩個dug跟totment都裝 然後再用那個alias 再用那個batchr 還記得加上 alias 你只會因為 即使你一下dug 還是會用match 然後全部都可以好 譬如說 後面有改的 可能就是87項 那 接著他batchr 可以用的指令跟 纏述在pottment 全部都可以用 那它作者 那個dangwatch 就是這樣子 那樣子的就沒錯 那它有 在去年2018年 在柏林有一個演講 replaced do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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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tment 那個 我們台灣也有一個網友 他也有用中文 然後去寫這個 這份演講的介紹 這樣子 那整合起來 就是我們有了這個content 然後裡頭 我們可以搭配 就是package script 還有這個sauce code 然後有這個content 這個環境 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在跑這個content 的時候 我們可以搭配這個sauce 這個sauce 這個sauce 就你兩個東西進去 就可以打包一個package出來 那當然你這個過程 你通到不同的distribution 就很方便 譬如說靠近了去package出來 然後大家去開運發大財 這樣子 然後就keep true freedom 然後這是我的reference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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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要 有問題要 要他兩個 有在包package的人嗎 有? 有問問 有試過LSD嗎 有XD嗎 有XD嗎 我有XD 有XD 好 我本來想要 我有嘗試想要使用 可是因為他的文件相對於 就是這兩份 這兩份工具來講還是少很多 所以就覺得我一直失敗 所以就忘記了 對 剛剛問題是我有試過那個LXD的這個圖 答案是有 但是失敗了 然後我想請問 如果Chinese要貢獻的話 那可能會再包的時候 會這樣一下後 要去包 那container有多少客戶 好 我剛剛講的過程 雖然All很Build Page的動作 但是你在送 送Patch給Debian的時候 你是送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去送 剛剛講的那個Debian Patches Series 跟那個Debian Patches 那個真正那個Patch 還有就是 你可能會空間一部分的Change Log 然後真正打包是誰打包 是Debian基金會幫你打包 那你測試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 欸我測試 我這個包進去到底可不可以 那你真的要到那個環境那邊去嗎 就還是要到那個環境那邊去嗎 就還是要到環境那邊去 對 對 對 container它只是 它只是User Space的隔離 它不是有做到那個 那個HirrorDate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你有包那個 Aura 的包 或者是Typing的包 好 問題是 我有包的就是 Aura 它確定自己的包 答案是 嗯 因為大家都幫我包好了 我就不用包啦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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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我覺得LimNVIDIA 就是這種情況 因為 比如說 NVIDIA已經先出了那個新的release 那可是 Debian 畢竟比較慢 那我們就要自己手中把 那邊的東西也是移進去 那那個就是很強的一個過程 然後而且會一直踩到 比如說那個 NVIDIA 它的那個 Folder 的那個 Schema 移動 那你就會發現 欸 你要打包 跟那個之前那個上個版本的 Debian Package 去比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因為 Schema 移動 所以你怎麼包多 Conflict 對 就是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就是 就是各種類 那你就是要花時間去 去解決這些 Conflict 所以那種情況 那種情況 它是丟一個 丟一個那個 那個 那隻 Schema 移動 的話還可以進去 就說它原本 原本是用 Schema 日本之類的地方 去把它塞進去 對 它其實是已經 它已經先幫你買到 它造一個程度 可以進來 對 對 對 那你自己是用的 手段 我說的是不用 用那個角度 這樣 但是真的用 這個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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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在 對 對 嗯 嗯 嗯 開發過程可能會需要 但是實際上 一般也不會用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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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接下來一省需要 領事件準備要 我們要獎勢 10.5關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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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